做好高包低息 那么做高包低息之前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 这个股票适合不适合做高包低息 一般做高包低息的股票 是比较活跃的股票 那么活跃的股票 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的K线组合 这个K线组合 就是属于突破性涨停板加长上线 我们发现在这个位置 股价出现了一个涨停板 并且突破了前期平台的高点 代表股价此辈子开始活跃 随后我们发现 它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上级线 这个长上级线 是典型的庄家的试团线 好 出现这个K线组合之后 我们如何进行低息呢 一定要六创新低才可以 高点所对应的低点 作为提示点 出现一创新低 二创新低 三创新低 四创新低 五创新低 六创新低 出现六创新低 代表此时的股价进入了下跌的衰竭区 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方向性的K线 出现就可以 好 随后我们发现 这一天出现了一个不创新低的凉K线 我们就可以在此位置进行低息 低之后股价出现了一波的上涨 股价上涨之后 我们应该在哪个位置进行高峰呢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位置是出现长长的上级线 股价开始调整 那么股价再次反弹到这个位置 容易受到压力 所以我们应该在此位置进行卖出 我们看到这个股票 10个交易日上涨的幅度23% 这也是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的一个方法 通过一个简单的K线组合 来捕捉股价的低息点和股价